近日 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被爆从永兴岛撤出 引发外界的关注 有分析称这属于正常轮换 也有观察认为这是中方回应此前 美国从南海撤走斯坦尼斯号航母 而释放的善意 事实上 美海军战力并未撤离南海 美国与新加坡正在南海举行卡拉特2016海上军演 检视防污洲刊网站近日报道 欧洲空中客车提供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西沙永兴岛北岸的红旗9导弹系统 在7月12号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前已被撤走 在此期间 解放军正在南海举行军演 停靠在永兴岛南部港口的072A型登陆舰 可能就是为了转运红旗9 红旗9导弹系统组建 今年2月被发现部署在永兴岛上 对撤走的原因 检视防污称 很可能是为了进行维护 因为目前永兴岛缺乏足以存放红旗90部件的军事设施 而岛上设施仍在持续扩建 目前 中方尚未确认这一消息 不过有分析称 红旗9部署已将近半年 撤出应该是正常的轮换 香港南华早报则援引一位北京的海军专家的话说 中方移除红旗9可能是对美国决定撤走 斯坦尼斯号航母的一个善意回应 中国的兵力部署军队的使用跟外部环境当然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跟美国说是配合 这是不可能的 毕竟我们的训练 我们的作战准备都是按照年度计划来进行 事实上 今年2月 红旗9被发现部署在永兴岛时 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就对此进行过炒作 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称 中国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西沙群岛上部署各种国土防御设施 这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款区域性防空导弹 射程达200公里 不光具备针对一般飞机的作战能力 还有一定的反导能力 并且可以扩展出反辐射导弹的功能 而永兴岛上的机场虽然早就具备了通航条件 但解放军一直没有长期派驻航空兵部队 多数时间只是作为交通和临时停留之所 作为军事场时 机场向来都是对方进攻的第一打击目标 设置足够的防空火力以掩护机场 是国际公认的最基本的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 红旗9装备解放军已有相当长时间 它的桶装导弹装在密闭且冲弹器的发射桶内 整个使用周期内均不需要维修维护 重点需要维修维护的 应该是雷达以及发射车的相关电子器件 所以这种所谓机动部署非固定的 只要有战略需求的一个需要 它就可以随时再部署回来